郑亦俊给周亦翔 两名CBA的球员 开场以后周亦翔 状态非常不错 外线三分 对昆西戴维斯 确实面对台北队 还是这个高度是够了 外线三分好球呼噜帽 年龄也偏大了 现在已经是35岁高龄了 还是台北队内线支柱好球 呼噜帽 克里克身体条件各方面都不占优 再起好球陈英俊 一个突破上篮 这个球冒得可以啊 一个正面大火锅 昆西戴维斯接着转换进攻 可惜没有打成2加1 陈英俊 这阶段 中国台北队的反击速度打得很快 而且防守 因为二三联防的原因 禁区保护还不错 而澳大利亚并没有选择在外线出手 还是像第一节一样 选择强硬的在内线来强攻 所以说给了中国台北很多的反击的机会 看卡迪再来一个三层球 这次没中啊 篮板球 想直接起 但是不理想 还不是拿住了 陈英俊 硬起 好球 这个球够强硬的 这个球面对联防 不太好控 进去以后空间不足 这个球中国台北防得非常出色 陈英俊 再次往里杀 硬起 好球 速度非常的快 这也是亚洲球队的 大部分亚洲球队的特点 就是小快灵出现的形式 现在还是占据了主动权 看看找不找戴维斯 提上来 没有要挡拆 直接杀进去 好球 这个球已经甩开防守了 直接做了 好球 这个球 戴维斯啊 封着一下子 实际还是不错 好球 陈英俊 今天的突破很英俊 再次打成一个2加1 陈英俊 突破 又突起来了 一个急拉杆拉回来 中距离 真是不错 这一阶段 个人能力 打开了 看陈英俊 内线有点猥琐欲为了 外线 戴维斯 三分球 还是不中 看球标配 发球不中 还抢到前场篮板 好球 这球可以啊 陈英俊 抢到前场篮板 然后接着起来 打中两分 也玩一招 效果还不错 戴维斯 侧引球 还找陈英俊 急停 来一个 好球 20分 今天陈英俊 小艾弗森啊 陈英俊 和霍吉森 在内线 卡位 盖帽 可以 戴维斯 第一下补得不错 转换进攻 硬上 没有上 陈英俊 急停中距离 不错 节奏找到了 这就好办了 这种急停跳投 其实就是靠感觉 再掉 好球 拿到了 可以 两队最后一攻 看台北压不压节奏啊 陈英俊 直接顶飞 对方方手球员 再给陈英俊 最后 来个完美收场 等一下 陈英俊 可以玩一下啊 这些大个儿 其实想掏的球 门都没有 再往里杀 可以啊 24秒为例 这没关系人注意时间 火气还是挺大的啊 今天打得好 情绪也起来了 所以一点都不错 这球材败没给事 要给的话 更多也偏 那个防守 因为陈英俊 本身 防守球员 也是在移动中 手部有一个 稍微 有一个抬肘的动作 也是顺带的动作 看最后一秒 也不打了 那么本场比赛结束 好 好